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蜗牛说 你有四条腿可以跳来跳去 我却背着沉重的壳贴在地上爬行 我很不知滋味 所以我看你不顺眼 这个时候青蛙就说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你只看到我快乐 你没有看到我痛苦吧 这个时候 一只巨大的老鹰从天上飞下 这个时候蜗牛迅速地将头缩进了他们的硬壳里 青蛙就被一口给老鹰吃掉了 学佛人不用比较心去生活过得比较舒服 一个人只要跟人家比较 有一句话叫 人比人气死人啊 不要去跟人家比 我们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看看自己两方一清 哇 很好啦 这么大 对不对呀 过一段时间 参加一个派对 一看人家 哇 好宅呀 马上想 剥裂要一个宝宅 被他绑住了 永远拖不出来 接下来拼命的那两分工三分工 就开始供房子了 台长告诉大家 人是怎么会被陷进去的 就是不断的贪 有欲望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不比较 你就会舒服 因为你嫉妒别人 常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痛苦 所以 想想自己拥有的 你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感恩和幸福啊